这期继续讲职员第71篇,张若铭在同一局里摸爬滚打了9个年头了,现在是主任科员,行政级别是政科,但他这是属于非领导职务,仅仅只是享有一个级别待遇,比起一个实职妇科来说。 这所谓的主任科员其实也不过是个基轴,比一般的科员高点,但说白了还是底层职员,这样一个职位,无非是用来安置一些没啥前途的老资历科员。 张若铭在处理还要接受王华川的领导,对方就是他的顶头上司,王华川今年才25岁,进局里不过三年,就被提拔为副处长了,张若铭一向都不怎么买对方的账。 倒不是因为张若铭想要以老卖老,觉得自个年纪大,资历老,就不把王华川放在眼里。 而是这王华川办事实在是很不靠谱,三天两头翘班就不说了,正应了一句老话,嘴上眉毛。 办事不劳,这王华川担任副处长,自己经常玩忽职守也就罢了,偏偏他弄出的错误,下面人得替他买单,搞得处事里很多人都对他不满,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王华川父亲就是局里的一把手,我是女人家,混不混得上去倒无所谓了,关键你是男人,你总不能到退休。 还依然是个主任科员吧,即便不为了你自己,也要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你要是有点实权啥的,我们的日子也会好过许多。 李晴叹了一口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办公室里那个张卷,不就是因为他老公是建委的一个科长吗? 整天在办公室里吹嘘这吹嘘那的,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了不起,完了就说他身上穿的衣服是哪个专柜里买的,一件好几千,包包又是LV的,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我每天听着他放屁,这心里头就一肚子火。 那你就当他都是在放屁,听他扯那些有的没的干嘛,以后他一开口,你就戴个耳机听歌,让他对着墙壁讲去。 张若铭陪笑着安慰着妻子,妻子在南建三局工作,全称是南海省工程建筑集团第三工程局,也是南海省很不错的一个国有企业,工资福利待遇都不错,张若铭也没少听妻子提起办公室里的人怎么怎么样。 张娟就是其中一位,特别喜欢爱炫耀的一个中年大妈,张若铭也见过几次,张嘴闭嘴,就是叫他小张来着,张若铭一见对方就腻歪,没半点好感。 妻子正好跟对方是面对面在办公,两张办公桌摆放在一块的,每天都要经受对方那张大嘴巴的狂轰烂炸。 我倒是不想听呢,关键是人家故意对着你讲,你能两耳朵塞着耳机不理不睬吗? 这样子在办公室里怎么生存下去? 李晴翻了翻白眼,她用了生存两字,和其残酷的字眼,但这就是办公室里的真实写照。 办公室的生存之道,同样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李晴不像张若铭那样个性鲜明。 她更希望能跟周边的人都相处融洽,哪怕是内心极为讨厌的人。 李晴依然不会表现出一丝半点厌恶出来,总是会让人感觉她跟每一个人都关系很好。 那张娟还张口闭口,就是奢侈品呢,就算是她老公是见尾的一个科长,有水再多。 要是平常没贪污,能够她挥霍吗?她也不怕那张大嘴巴给她老公招来麻烦。 这年头是财不露白,她倒好,喜欢四处炫耀。 张若铭哼了一声,可能人家觉得老公了不起,不怕茶,她想炫耀,就让她炫吧。 我每天就当是蚊子在耳边叫就是了。 李晴笑道, 哎,说起来,你们办公室那帮娘子军的老公,就我最没给你长脸了。 张若铭苦笑道,他也知道妻子为他牺牲了不少,从来没抱怨过他不争气啥的。 在单位里看着其他人能拿自己的老公出来炫耀,妻子心里有落差感,但回来后也只会当成玩笑一样说着单位里的谁谁爱炫。 张若铭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嘴上没说什么,张若铭自己心里也难受,但他却无力改变这个现状,没后台没关系,也没钱去孝敬领导,让他卑躬屈膝地去八戒讨好领导。 张若铭不是没试过,但他真的做不来那种事,个性使然。 算了,不说这些事了,知足常乐,咱们比起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十分幸福了。 起码还算过个小康生活,有房子住,赚的钱也能应付生活,很不错了。 以后只要给乐乐存够老婆本和买房子的钱,那也没啥可操心的了。 李晴看着在旁边玩耍的儿子,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说。 但说是一回事,能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豁达的心态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的。 李晴也并非是天生乐观的人,但习惯了现在的生活,也就都看开了。 嗯,说得不错,知足常乐,月都还有殷勤圆缺呢,人生哪有那么多圆满的事,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张若鸣笑眯眯地点着头,他在单位的工资加奖金有四五千块来着,妻子比他还要高点,有六千多,而且福利也很不错,两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一万多。 在南州市这样的地方,也能生活得很不错了,张若鸣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争什么。 刚毕业的时候,兴许还有一腔热血,雄心壮志,这几年的机关生活下来,张若鸣早已经变得麻木了。 人生就是这样,你日不了它,只能让它日了你。 宁静的夜晚,一轮圆月高悬夜空,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惊涛拍暗的声音此起彼伏,海水切而不舍地击打着岩石,扑面而来的水气让人感受到了阵阵凉爽。 这是位于南州市沿海大道的一个海滨别墅小区,别墅小区的名字就叫半岛别墅,也是南州市内价格最昂贵的一个别墅小区,小区在十多年前就兴建起来了。 那时候,一平方米星号星号签的价格一举创下了南州市的房价记录,当时的一平方星号星号签几乎等同于天价。 那时,南州市的房地产市场刚刚兴起一阵子,市区内好一点的地段,房价也才三千多一平。 那像现在,市区内的房产均价已经一两万,而靠海地区的优质楼盘更是要两三万一平。 半岛别墅当初一开盘,基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有钱人永远都多得是,大多数人到现在还在为一平方几千块的房子发愁,十多年前, 却是已经有人能随随便便掏出两三百万在海边买栋心仪的别墅。 当初一平米最高也才一万出头的半岛别墅,如今里面有业主因为手头没钱而要转让自己的别墅,价格已经飙到一平米,接近四万。 是南州市名副其实的最贵的别墅小区。 小区内位于半山腰上的一栋三层别墅,这是处于小区很好位置的一栋别墅。 直接坐在一楼的庭院里,就能远眺大海,前面就是一片开阔无际的海面。 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真的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别墅内的小院子里,一辆演绎奢华的蓝色马沙拉蒂静静地停在青砖地板上。 相对而言,马沙拉蒂的旁边,是一辆极为不相称的普普通通的大众帕萨特,帕萨特也才刚刚挺好。 车子的主人轻车熟路地往别墅走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跟汽车钥匙连在一起的小遥控,轻按了一下。 别墅正门一面宽大的全自动玻璃门缓缓打开。 丑了丑若大的客厅,一个人影也没有,所有的东西也都整齐地摆放着。 如同没有人动过一般,若不是车子就停在外边,不知道的还以为里面没人。 穿着皮鞋静直上了二楼,鞋跟把擦得光亮的地板蹭得咯咯响,走到二楼的主卧室。 来人直挺地往那张白的能倒映出人影来的大床上躺了上去,浴室里传来了潺潺的流水声,敲击着他的心扉,让人想入非非的。 兴许是听到外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浴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一个人影出现在了浴室门口。 来人枕着靠枕,将头转了过去,顺着地板往上看,光溜溜的脚丫子静止踩在了地板上,涂着黑色指甲油的脚指甲往外散发着诱惑的气息。 那光滑得没有一点瑕疵的小腿更是性感白皙,再往上看,洁白光滑的星号星号上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 你这小妖精,真是越来越勾人了。 床上的男子轻叹了一句,如此国色天香,要不是他手上一直大权在握,能上得了这样的美色吗? 权力,真他娘的是个好东西啊。 男子心里想到,这句话他从初始进入仕途开始,就深信不疑了,并且始终坚定不疑地作为自己的座右宁,一步步地往上爬到现在。 一直以来,仕途都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唯独这次碰到挫折。 男子晚上可是着实喝了不少酒,心里的郁杰之气始终无法消除,酒后就想到了来这里放松一下。 再勾搭人不也只能勾搭你?哼,人家只要稍微跟哪个男子走得近一定,对方还不是立刻就被你收拾了。 女子娇哼了一声撒娇道,慢慢地挪到床边,坐在床沿,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轻轻地帮男子按摩着太阳穴。 男子一阵享受,舒服地哼了出来,嘴巴却是一点不饶人。 我这不是怕你被哪的小白脸给勾跑了,你从跟了我那一天就该知道。 我这个人的占有欲有多么地强烈,再说这些年你跟着我,我亏待你了吗? 有些给别人当情人的,还要被拿出来伺候几个男人,我可是一直把你当菩萨供着。 你的要求我都尽量满足了,你也想尽了荣华富贵了,也该知足了,银行户头里面那上亿的资产还不够让你满足的。 男子说完,微微眯着眼睛看着女人,面前这个女人,她占有了快十年了。 这个女人从女孩变成女人的神圣一刻,还是她帮忙完成的。 这些年来,随着女子慢慢成长起来,越发地迷人,可以说她的身体就是她一步步开发出来的。 也就面前的这个女人的身体,让她如此着迷,她才会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扶持。 要不然,以她的地位和权利,碰过的女人不知道多少,但都是用过之后就丢了。 唯独这个女人,让她恋恋不舍,要说她当官到现在,利用权力训私的事。 百分之五十多是为了这个女人,付出了这么大的心血,再加上骨子里的占有欲。 她对面前女子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容不得任何人沾手,哪怕是靠近都不行。 她就是这么霸道,也完全有能力这么霸道,这些都得益于她手上的权利。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跟了你这么多年了,你看我变过心没有? 那些傻子我就是逗她们玩玩,不过看到她们被人整惨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就觉得有趣。 女子可爱地笑了一下,拥有一张高贵的脸,少妇妩媚的风情,却做出少女可爱的动作。 不仅没有让人觉得突兀,反倒是十分地自然,男子看得心脏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浴火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奈何随着年纪增大,又因为年轻的时候纵欲过度。 身体早就不复当年,此时已经来了感觉,下面却是像条蚯蚓般,稍微动了动,有心无力。 无奈地叹了口气,男子从包里拿出一粒小药丸吃下,前些天有人帮他搞了些药菌更猛的好东西,男子试过一次,效果还真是没得说。 今晚打算在女子身上重振男人的尊严,收购京都酒店的事还没谈成吗? 一把将女子搂了过来,男子随意地问道,感受着那粒小药丸在身体里慢慢地发酵,男子已经逐渐有了反应。 卢小精那女人可是快硬骨头,没那么容易啃下来,谁让你不多十点劲,干脆让人把京都酒店给封门得了,我倒要看看卢小精还服不服软,现在这局面,想要收购京都酒店谈何容易。 女子乍一听男子说起这事,颇为不满地嘀咕了一句,嘿,你个死妮子,我帮你出了那么大的力气,你还敢嫌我帮得忙不够? 男子气得一乐,啪的一声,大手同女子那挺翘而不失肉感的臀部来了个亲密接触。 要不我打了招呼,工商税务消防的人会天天去找京都酒店的麻烦吗? 现在京都酒店连正常营业都快没法进行下去了,我这还叫没使够劲,那要怎么样才算? 人家也不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让你再多加把劲吗?女子娇笑着轻推了男子一下,轻轻地在男子肩膀上揉捏了起来。 你总不能让我直接叫人去将京都酒店给查封了吧?那样就做得太明显了,事情还得一步一步来。 男子皱了下眉头,又道,不过我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着,赚点轻松钱也就是了。 何必要给自己没事找事呢?你以为开酒店就能稳赚吗?经营一个酒店没那么容易。 人家也没说开酒店就稳赚吗?但终归是想涉足酒店业尝试一下。 女子向男子撒娇着,浩诚哥,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什么事都医着我,人家这辈子都离不开你了,只爱你一个人,你一直哄我说要跟家里那个黄脸婆离婚。 人家虽然明知道是假的,但有说过一句怨言吗?还不都是为你着想。 则,提这个是干嘛?扫兴,今天正烦着呢,你还提我家里那个母老虎干嘛? 男子撇了下嘴,从女子对他的称呼来看,再加上男子言行举止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副当官的做派,毫无疑问,男子就是南州市常务副市长李浩诚。 不提,不提,浩诚哥你消消气。 女子笑叶如花,眼珠子转了一下,浩诚哥,不过最近卢小金那臭女人在搜集我的证据,想要告我,你说这是怎么办吗?那女人肯定是看我不爽。 这才想针对我,浩诚哥你可得为我出头。 你倒好意思说呢,卢成龙是被谁指使人打成残废的?那幕后的人就是你吧? 哼,你以为这是我不闻不问就不知道吗? 李浩诚神情严峻了几分,盯了女子一眼,以后这种事少做,这里是省城,省委省政府都在这里,你要是闹出什么大麻烦,我想帮你捂都捂不住。 浩诚哥,你这不是冤枉我吗?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指使人去把卢成龙打成残废了?亏你,还是我的爱人呢?竟然怀疑我。 女子不一道,以我对你的了解,你觉得那些小把戏在我这都不管用。 李浩诚转头看了女子一眼,你打京都酒店的主意,在卢成龙面前吃了瘪,你怀恨在心。 当晚就指使人在卢成龙回家的路上,将他打成残废了,你以为这是我不知道吗? 要不是公安局那边有我的人,你以为警察现在还查不到你的头上? 怎么,你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知道了,你最厉害了,什么都瞒不过你,行了吧? 女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李浩诚,眼里闪过一丝惊诧和心计,她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呢? 没想到还是能被人查出来,幸亏她有个好靠山,要不然现在就脱鸡不成十把米了,女子心有余悸,以后别再给我惹出这种事来,下不为例,听到了没有。 李浩诚陡然严厉了起来,她对女子可谓是宠爱有加,但要认她胡闹下去,以后还不知道要给她捅出什么大篓子来,李浩诚有时候也不得不警告一下。 下不为例就下不为例吗?这么凶干嘛?女子被李浩诚的表情吓了一跳,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不凶以吓你,你还不翘不上天了?李浩诚闷哼了两声,闭着眼睛享受着女子的讨好。 陈兴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各区市,市政府各职署机关行局等主要领导一波波地拜访他这个新任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代市长,除了美其名约会报工作外,大都是抱着摸摸陈兴这个新任代市长脾性的目的而来。 对这个新任的年轻市长,所有在表面恭敬的背后,多少有些来自心底的轻视。 尽管陈兴前几天在任职会议上的讲话颇为精彩,但会说话是一回事。 有没有能力又是一回事,在真正见到陈兴的手段之前,大多数人对他并不看好。 南州市是本地派的大本营,市委书记葛建明在这里经营了四个年头了,依然要要对本地派的势力忌惮三分,何况是陈兴这个初来乍到的愣头青。 几年前,葛建明空降到南州市,已经引起了本地派势力的一次反弹。 那一次,不知道省长顺宝来和省委书记福佑军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顺宝来出面安抚了本土派内部人马,才有如今较为和谐的局面。 现在被视为本土派囊中之物的市长宝座又丢失了。 对于一向将南州当成绝对掌控区域的本土派来说,市委书记和市长都不是自己的人。 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 但偏偏陈兴的任命又是来自中央的授意,这使得本土派无力改变这一事实。 但不能否认的是,本土派不可能任由两个外来干部将南州市长控起来。 陈兴担任市长,不会比几年前葛建明空降南州市担任市委书记所面临的挑战来得小。 这几天忙归忙,陈兴还是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就抽出时间去看望了前市委书记陈同进, 以及刚刚卸任市长,调任省人大担任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的蒋国斌。 这两人都是本土派的干部,足可见本土派在南州市的影响力之强。 陈同进已经复闲在家,对于陈兴的到访,陈同进的态度还算热情。 但陈兴和对方聊到南州市的发展时,陈同进的态度微微有了些变化,言语之间。 隐隐约约有影社现任市委书记葛建明的意思,并且大有以此试探陈兴之意。 陈兴笑而不语,很快就将话题插了过去。 陈同进认为,葛建明在南州市这几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陈兴又哪里能去附和他的话。 而在拜访蒋国斌时,蒋国斌的态度则是重规重矩,不热情,也不至于给陈兴一张冷脸。 但他同臣同进相似的一点是,对于陈兴这个外来干部仍有一些抵触之意,特别是蒋国斌。 尤为过之,他主义的人是常务副市长李浩成。 蒋国斌担任市长时,李浩成作为他的副手,负责市政府的常务工作,跟他的配合一向是颇为默契,而且两人同属本地派阵营,私底下关系不错。 因此,上一届南州市政府,也被认为是关系最和谐和团结的一届政府。 如今陈兴到来,情况还不知道要往什么方向发展。 陈兴拜访了这两位元南州市的一二把手,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将来即将面临的挑战。 南州市这个地方,本土干部对外来者有很强的排斥感。 这里的政治土壤跟其地方文化和历史渊源有很深的关系,本土派的干部就算是有纷争,但对外都是抱团的。 除了拜访这两人,元南州市的老干部们,陈兴也都要一一上门拜访,尽管有作秀的成分,但又都必不可少。 这些人虽然已经下了,又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力,平常要是支持你还好,但关键时刻要是扯你后腿,亦会让人头痛不已。 但陈兴在拜访了几人之后,对于这些曾经的老干部是否会支持自己的工作已经不抱奢望了,只要不跳出来横加指责。 陈兴就该谢天谢地了,南州市的情况比他想象得复杂。 陈市长 秘书邓清明走进了办公室。 哦,邓秘书来了,什么事? 陈兴抬头看了邓清明一眼。 陈市长,今天晚上是工商联合会有一个酒会,邀请您出席。 邓清明将一张请帖放到了陈兴桌上。 好,知道了,你回复一下,就说晚上我会过去。 陈兴点了点头,正商,正商,政治离步了商业,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官场亦能延伸到商场。 陈兴也想会会南州市的这些主流商人们,作为一名城市的执政者。 免不了跟这些人打交道。 陈市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秘书邓清明恭敬地站在陈兴办公桌前。 这几日,他也已经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工作和新角色。 无疑,邓清明现在是闲鱼翻身。 现在走在路上,那些看到他的人,还不多得恭敬地叫一声邓米, 以往一个科室的同事。 现在同样对他恭敬有加,一口一声邓歌叫的邓清明心里头十分舒坦。 尽管知道自己现在还没坐稳秘书的位置。 但这几日工作和生活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经让邓清明体会到了权力的甜头。 眼下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做得让陈兴满意, 将这个秘书的位置坐稳了。 没什么事,你先去忙。 陈兴挑了邓清明一眼,继续低头看文件。 这是办公室刚送来的南州市最近几年的相关国民经济数据。 陈兴要了解南州市的经济运行情况,只能先从这些数据上去了解。 对了,你去了解一下,晚上葛书记、沈副书记还有李副市长有没有去。 陈兴突地又叫住了邓清明。 好,我马上打电话到工商联那边问一下。 邓清明点了点头。 一小会的功夫,邓清明就又折返回陈兴的办公室、市长、晚上葛书记、沈副书记和李副市长他们都会去。 嗯,知道了,你先出去吧,有事我会叫你。 邓清明走出去,顺手将办公室的门拉上,看着缓缓合上的办公室门,陈兴抬起了头,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邓清明的工作倒是让他挺满意,很会察言观色的一个人,能很快领会他的意图,不过终究不是自己挑选的。 哪怕做得再好,陈兴心里始终有一层疙瘩,将邓清明的事暂且搁在一边,这对陈兴目前来说也只是一件小事罢了。 等待他的难题有很多,随着这几日明里暗里地了解南州市的情况,陈兴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环境比以往都复杂得多,以他现在所处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很好。 一来是陈兴不了解市委书记葛建明的为人,葛建明在南州市经营几年,和本地派的势力是否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而他的到来又能否打破这一平衡? 这一点陈兴无从得知,也不知道葛建明是什么样的态度,而除了葛建明,市委副书记沈灵月,常务副市长李浩成,这两人都是南州市本土派干部中的佼佼者。 陈兴眼下虽然还没跟两人打过太多教导,但也能预见到以后的工作不见得会那么容易。 就拿李浩成来说,陈兴到任几天了,仅仅只跟李浩成碰过一次面,还是他以工作的名义,让秘书去请李浩成过来,谈一下市政府的工作。 要不然,李浩成根本没有主动来谈这里的意思,对方的这个姿态,大有挑衅他这个市长的架势。 葛建明,陈兴暂时还琢磨不透,但双方应该不会站到队里面去,而沈灵月和李浩成, 两人明显对他这个新来的代市长不太欢迎,陈兴这几日也听说了。 沈灵月和李浩成都是市长的热门人选,他这一来,等于是生生地抢了两人的希望。 两人对他的敌意也就可想而知,据说那天本该是沈灵月和李浩成代表市委市政府前去机场迎接自己的, 但最后却只去了一个张新军,可以说,沈灵月和李浩成在他还没来前就已经出路敌意。 姑且不考虑沈灵月,对方是市委的,陈兴重点要考虑的是李浩成,李浩成要是跟他唱反调。 对陈兴而言,很多工作就不好做,因为李浩成在南州市干了这么多年,又是常务副市长职,协助他主持市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一个人要人为地给他制造障碍。 陈兴的工作将很会很难开展下去,眼下,李浩成这个常务副市长恐怕还比他这个代市长在市政府的威望还高。 陈兴必须要改变这一局面。 想到这几日,市政府直属各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下面县市区的主要领导过来拜访的时候,看似对他很恭敬,但陈兴自己清楚,那些都是做做表面的样子。 工作布置下去,不见得就会买他的账,目前在南州市,他的话恐怕会还不如李浩成好使,如果要是不在短期内改变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代市长就该有名无实了。 这几日忙碌,倒是忘了去找找老同学了。 陈兴翻着电话簿,这才想到前些天从薛大宝那里打听来的张若明的电话。 薛大宝跟他说,张若明毕业后进了南州市统计局,陈兴也该抽出时间跟对方做一做了。 从张若明口中,或许还能了解到一些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 市区,一个普通住宅小区内部的移动单元楼里,张若明一家人刚刚吃过晚饭,李勤到厨房洗了一下碗筷就出来, 和丈夫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今晚7点40的南州新闻,沙发旁边,一张照片随意地放着。 以往这时候,张若明都会在屋里辅导儿子写作业。 这几天晚上,张若明却是反常没有陪儿子写作业,而是天天晚上守着晚间的南州新闻看。 妻子李勤这时候往往也会和他坐在一起,夫妻两人都会紧盯着电视屏幕,生怕错过什么。 哎,若明,你确定这新来的陈市长真的是你大学同学。 七点的新闻联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完了则是南州电视台的晚间新闻。 李勤从身旁拿起那张丈夫新年的大学毕业照,惊叹了一口气。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自打丈夫跟大学一个家在海城的同学联系后,知晓这新上任的市长陈兴就是丈夫读大学时期的同班同学, 夫妻两人都振奋不已,一晚上睡不着觉,从十点多躺到床上,一直聊到了早上。 夫妻两人都在憧憬着生活会不会发生变化,李勤在单位里更是隐隐能够挺直腰杆。 他想着丈夫苦熬了这么多年,如今有这么一个同学,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不曾想,那位跟丈夫是同学的陈市长都来了好几天了,却是未曾跟他们联系过。 黄明跟陈兴两人自打高中起就是同学了,他俩关系最好。 我就是通过其他同学找到了黄明的号码,亲自从黄明嘴里问出来的,不可能是假的。 张若明苦笑,这几天他也经历了由兴奋到失望的过程,心里头的失落不是一点半点。 这照片你也反复看了好几次了,还拿着同电视里的画面对比过,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同一个人。 照片是九年前的,照片上的他除了青涩一点,跟电视上那个陈市长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说能是假的吗? 张若明瞥了一眼妻子手上的照片,摇头道,人家都来南州好几天了,也没跟你联系过,就算是你同学,说不定也把你忘了。 李晴盯着电视,眼里满是失望,丈夫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到头来却也有可能只是空喜欢一场。 你说的有道理,或许他都忘了在南州还有我这么一个同学了,他现在是市长,咱只是统计局里一个跑腿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人家不记得我也是正常,看来是咱们自己奢望了。 张若明自嘲地笑了笑,这平静的生活因为陈兴的到来而起了一点涟漪。 有一个当市长的同学,张若明就算是在与世无争,也会对未来抱有幻想,没人天生就喜欢当个跑腿的,而现实算是给了他一个不小的打击。 其实要是确定了,这陈兴就是你同学,你可以主动去跟他联系,干嘛要等他来主动联系你? 要知道,现在人家是市长,你是个小主任科员,不是你是市长,你这样坐等着他来联系你,是不是本末倒置了? 李晴看了看丈夫,算了,没必要那样做,都好些年没联系了。 现在人家一当市长,我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跟人联系,在他眼里,会怎么看我? 还不得把我当成一个现实的人,这样反而不好了,干脆像现在这样也不错,咱们继续过咱们的小日子,也不用去胡思乱想什么了,没有念想,反而过得舒心。 张若明勉强一笑,话不能这样说,机会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想坐着等机会自己找上门, 天底下已经没这种好事了,人家陈市长说不定是真忘了,你怎么知道他会是故意不跟你联系? 你主动去找他,说不定他反而还很高兴,你这样啥都不主动,怎么能为自己争取到未来? 李晴颇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丈夫,以往也就罢了,李晴知道他们这小家庭的情况,家里都没啥关系, 所以丈夫得过且过的在单位里混日子,李晴也觉得将就那样过了。 她也了解丈夫的性格,不善于跟人去争什么,就算是要争,没啥关系,也争不过人家。 所以李晴也不强求,但这次,种种迹象都能确定,这新来的陈市长就是丈夫的大学同学。 这是丈夫天大的机遇,但丈夫又是跟以往一样,还没争取,就打退堂鼓,李晴一下子就有些生气。 哎,我也不是不去争取,可是你觉得现实吗?张若铭无奈道,怎么不现实,你俩是四年同窗呢? 有这层关系,你就算是主动去找他,不也是名正言顺? 李晴满眼蜥蜴地看着丈夫,她以前对丈夫也不强求,但这次,她希望丈夫去争取。 夜晚,南州市白云大酒店,随着一辆辆豪车停了下来,白云大酒店的大门口逐渐热闹了起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南州市商界的成功人士。 社会名流,今晚,白云大酒店贵宾厅已经被事工商联合会包了下来,举办今年的秋季茶话会。 市区的一条主干道上,一辆宝马和一辆丰田一前一后地行驶着,宝马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女子,副驾驶座上,是一个约莫有三十出头的年轻少妇,只听后座上的女子副驾驶座上的人道,谭姐,那天晚上的几个目击者还不愿意开口吗? 卢总,这是有点难办,那几个目击者现在都摇头否认说没看到那晚的情况,他们都这样了,我们就更难找出林洪指使人犯罪的罪证了。 副驾驶座上被叫谭姐的人转过头来道,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就这样让恶人逍遥法外,女子双手紧握着拳头,眼里闪现着仇恨的光芒。 卢总,那林洪不仅有强大的政府背景,据说还和黑道上的人有关,咱们怕是没办法拿她怎么样,而且,那林洪可能已经察觉到我们在搜集她的罪证,她肯定会做出应对的,我担心,担心她会对你下手。 叫谭姐的女子忧心忡忡,她想对我下手,就尽管来吧,她都已经指使人把我爸打成瘫痪了,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度过,有本事她再派人把我也打残了,把我们全家人都灭口了,那样就没人敢跟她作对了。 年轻女子银牙咬得咯咯响,年轻女子就是京都酒店的总经理卢晓晶,她父亲是京都酒店董事长卢成龙。 自打父亲出了事后,卢晓晶就担起了酒店经营的重任,他们卢家在南州市算不上什么豪门大族,但也有不小的名气,早年父亲靠经营饭店起家。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饭店的规模扩大了,就成了酒店,而且,当时酒店的选址因为后来城市的规划成为市区的繁华地段,生意不可谓不好。 卢家也算是裁员广进,而后又开了两家分店,分布在南州市下辖的两个经济发达的县级市,他们卢家现在有三家酒店,市区这家是四星级,下面县市的两家也是三星级酒店。 算起来,他们卢家也是财力颇为雄厚,在南州市亦是有头有脸。 但几个月前,一场噩梦却降临了,在南州市商界很活跃的一个叫林红的女人要来收购他们的酒店,卢成龙当面就拒绝,还因为林红出价很低,卢成龙训斥对方这是有意侮辱,跟强盗一样,双方闹得很不愉快。 没想到当天晚上,卢成龙就被不明人士打成重伤,送到医院后,一条命是就回来了,但也落得了个瘫痪的下场,卢小金也是从那时候起才真正扛起了酒店的重任。 这几个月来,卢小金一直都在寻找背后对父亲下黑手的人,林红自然成了嫌疑最大的人。 但苦于没有证据,卢小金就算是报了警,让公安局调查林寝,公安局却是以证据不足为由给驳回了,哪怕是卢小金准备了大量钱财希望打通公安局的关系,结果也是无功而返,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当官的都变得如此地连接奉公,对于送上门的钱财都拒之门外。 谭姓女子是卢小金的助理,叫谭芳,以前是酒店的董事长助理,卢成龙受伤后,让谭芳协助女儿卢小金管理酒店,两人的关系很好。 今天晚上,那林红怕事也会去参加茶话会,我真保不准我亲眼看到他后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卢小金恨道,别,总经理你千万要克制,晚上还有很多市里的领导道场,你那样做只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而且林红既然跟黑道有关系,我们明着跟他争锋相对,是不理智的。 谭芳看了后面的丰田车子一眼,车子上是卢小金请来的几个保镖,卢成龙出事后,第一时间就让女儿邀请保镖,出行要有人保护,眼下虽然都有保镖贴身保护,但谭芳依然对林红很是忌惮,谁知道对方会不会再下手。 看到卢小金沉默,谭芳赶紧劝道,总经理,晚上我们过来是寄希望于能够跟市里的领导说上话,看能否让市里的领导出面过问这事。 你千万要克制,不要坏了正事。 哎,我何尝不知道要克制,但真同林红面对面地碰上了,你说我能冷静吗? 不能冷静也要冷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董事长现在卧床不起,他也不希望你冲动地去找林红,他最大的愿望是你希望你能保住酒店的基业,能让酒店经营下去。 谭芳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他对卢家也是兢兢业业的服务。 都已经几个月了,工烧税务还有消防的人隔三差五地就来酒店捣乱,还美其明约检查。 以往对付这些人都是塞了钱了事,现在连给钱也不管用了。 我们敢送,人家不敢受,这林红背后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说起酒店的事,罗小精的注意力也转移了过去,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他在政府的背景太大了,我们根本没法从正面跟他斗,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林红想借助政府的关系,让我们酒店没法正常经营下去,目前还没到举步维艰的地步。 但怕就怕林红还有后招,现在还只是政府部门的人找各种理由来检查。 就怕后面还会有黑道上的人介入,要是林红成天让一些地痞流氓来酒店搞破坏,那酒店真是没法营业了。 盘方苦笑,就算是没法营业,我宁愿酒店关门歇业也不会让他得逞。 他想低价收购我们卢家的大酒店,没门,哪怕烂在手里,我也不会让他如意。 卢小精咬牙道,先不要说这样话,毕竟还没到最坏的地步。 对了,那位新来的陈市长不知道为人怎么样,晚上要是他也会过去,或许能找机会跟他认识一下,他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跟本市的干部没啥关系,也许能从他身上找到希望。 谭方看着卢小精,安慰道,他只是给卢家打工的,但是卢成龙一直对他挺不错。 谭方也是真心实意地希望卢家能度过这次难关。 待会就知道了,希望那位新来的陈市长不会让人失望。 卢小精眼里闪过一丝蜥蜴,今晚他本来是不打算过来,也是在听说了不少是领导都会出席后,卢小精才改变了主意。 对于卢家来讲,现在急需结识官场上的强力人物,以往他父亲也不是没官场上的人脉资源。 但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些人竟都纷纷批青,不敢帮忙。 也让卢成龙妇女意识到了,灵红的来头有多大。 这也是卢成龙让女儿不要急着找灵红报仇的缘故,双方的实力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白云大酒店,此时酒店的大门口已经站满了人。 南州市工商联合会会长油权证和会里的骨干成员们站在门口等着市里领导的到来。 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南州市商场上的名流,当中有外地在南州发展的商人,但也是在南州市取得一定的商业成就的。 这会,稍微晚到一会的人博好车后也都不进酒店了,直接在外面跟着等起来。 油会长,听说今晚市里的主要领导都要过来。 一声清脆悦耳,让人听了十分舒服的女声在油权的耳边响起。 听多了,见习惯了,油权已经对这个声音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而且这个声音也容不得她不注意。 声音的主人是南州市明和商业公关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洪。 明和集团的主业就是从事帮人进行公关咨询的业务,这公关咨询里面的门道可就多了。 任何一个企业,只要碰到了南市,不管是来自商场上还是政府的麻烦,又或者是出入南州的外地企业受到当地人的骚扰,都可以找明和集团解决。 但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明和集团的名声并不好。 前年,有一家外地私企到南州市来开设分场,因为受到当地一些混混的骚扰,要求交保护费。 企业打电话报警,不仅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被变本加厉地捣乱。 这时候,有当地热心的人就指出了一条名路,说是去找明和集团,啥事都能解决。 结果那家企业倒是找了,但明和集团开出的公关费用太高,被那家企业愤而拒绝。 最后的结果是,那家企业的工厂一度被人冲进来打杂,后来向明和集团交了不菲的公关费。 这才风平浪静地得以正常开工。 因此,有人戏称说外地进来的企业,只要不是那种名气特别大的,都得找明和集团交保护费。 当然,明和集团是从来不承认这种事的,他们只是收取公关费,帮人解决困难。 至于为啥不敢找那种大集团的麻烦,那是因为来南州投资的大集团,都是受到市委市政府重视的。 明和集团不会找那样的企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明和集团能一直存在的原因。 除了掌控这家公司的人拥有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关系,亦跟这家公司专挑软柿子捏有关系。 林洪是明和集团的董事长,亦是南州市有名的美女企业家,虽然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但南州市商界的人对她却是不陌生,虽然已经有二十八的方林,但却还是单身一人。 身后拥有众多追随者,唯独没有一个能报得美人归,有人说林洪早就有主了,不知道已经被哪个大领导给包了,这种八卦消息向来都是不绝于耳,但真实情况却也没多少人知道,知道内情的人也都是一笑置之,没人透露过什么。 尤权之所以会注意这个林洪,并不是因为林洪的集团多么有实力,论实力,能坐上南州市工商联合会会长的位置。 她手下控制的公司在整个南州市乃至南海省都是颇具规模的,林洪的公司在她眼里无非也就是那样了,靠着关系赚钱,没了后面的靠山,林洪这种公司也就轰然倒塌了,压根没法生存下去。 要说尤权是对林洪的美貌动心,那也不是,若说完全不动心,那是不可能,林洪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撩人的味道,有时还是让她这个半老头子怦然心动,不过她也早已过了那种冲动的年龄,女人,对她来说早已是生活调剂品而已,可有可无,她关注的是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身份地位什么时候能够再上一个层次。 尤权在南州市商界也是分量十足的人,交友人脉都很广,同政府的关系也很融洽,林洪是什么样的人,尤权更是一清二楚,用八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美若天仙,心如蛇蝎,说她是能黑吃黑的人,那也一点不为过,尤权在世里面也有自己的关系。 但对林洪,尤权多半还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美人是美,但也得看有没有那个福气去享受。 此刻林洪站在她身边说话,尤权也是笑着答道,今晚市委的葛书记,沈副书记,新来陈市长,还有林副市长都会过来,可以说,南州市的前击把手都过来了。 这也说明市里对咱们商界的重视,相信大家都能受到鼓舞。 林洪能感觉出尤权话里的那股自得之意,笑着瞥了尤权一眼,对方此时满脸春风,晚上有这么多重量级领导到场,尤权这个会长显然也是脸上有光,割给其他人看来,同样会认为尤权在政府的人脉关系很强大。 那是当然了,这几年是工商联合会在由会长您的领导下,对于推动南州市的经济发展,可也是起了不小的作用,如今才能有这般光景,所以还是由会长您领导有方。 林洪吐气如蓝,顺势给尤权送了纪马屁,花花轿子众人台,交际场上靠的就是一张嘴,不管自己有没有背景,与别人搞好关系,那是必要的。 林洪深谙辞道,尤权在南州市也算是一个有实力的商人,林洪也不介意跟对方保持融洽的关系。 他虽然有靠山,但他根子里还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他需要与这个圈子的人搞好关系,谋求自己的发展。 靠山不见得,就能靠得长久,林洪一直都在为自己准备后路。 就算是李浩成一直对他宠爱有加,但谁知道会不会有玩腻的一天,更何况,南保李浩成能够一直身居高位,总会有马是前提的时候,又或者到了对方退居二线那天。 林洪就都只能靠自己,他现在为自己准备后路并不算早。 这也是林洪不甘于只靠着一个公关咨询公司讨生活的缘故,背后要是梅里浩成这个靠山了,他这公司开都开不下去,还是得有自己的实业才能安心。 对了,林总,不知这个新来的陈市长有什么来历,你了解不? 游泉似是不经意间地问着林洪,他了解林洪的背景,问这句话并不是无地放逝。 游会长说笑了,连您都不了解,我就更不会知道了,我只是一介小女子,观面上的事情,我哪会知道的有您多? 林洪摇了摇头,轻描淡写地说道,他还真没跟李浩成问过这事。 前些天李浩成在他别墅里过了一晚上,那晚光顾着说京都酒店的事, 李浩成在他肚皮上折腾了半小时,也昏昏沉沉地躺着睡着了,他对陈兴还真是不了解。 嘴巴动了动,游泉只是轻声笑了笑,也不再多说,在整个南州市的商界。 林洪亦能算是消息灵通之人,此刻也不知林洪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游泉也懒得多问。 嗯,连郑小姐也来了。 游泉秃得一愣,看到了旁边那清零的身影,脸色一下子庄重许多。 随着游泉的话,林洪也往旁边看了看,表情同样变得很精彩,一个很是漂亮的女人。 论姿色,林洪自认也不会比对方差多少,但却少了一点气质,同是漂亮女人。 出现在同一场合,拈不了就会被人平头论足,也会有暗自较劲的心态。 起码林洪是这样想的,但每次和对方站在一起,林洪总会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失去往日的光芒,对于林洪这种嫉妒心很强的女人来讲,碰到各方面都能压过自己的女人, 林洪真的是没法克制住自己的那种憋屈,若是可以。 林洪绝对会狠狠收拾一下对方,但那女人却是李浩诚严厉警告过她不能去得罪的。 所以林洪此刻乍一看到对方今晚也过来,精神就围了许多。 两人眼中的那个郑小姐并没有走到这边来,而是单独进了酒店,林洪撇了撇嘴,没再看对方, 这时候只见尤全眼睛一亮,来了。 尤全说着话,已经迈着步子走上前去,先来的不知道是哪一位领导。 车子靠近了,隔着车窗看到里面的葛建明时,尤全身体一震, 没想到先来的敬会是市委书记葛建明,这可把尤全给吓了一跳。 往往都是要最后压轴的领导,今天竟是第一个过来了。 葛书记,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 尤全在车门前站定,离车子有一小步的距离,这个距离是有讲究的。 葛建明下车时,尤全第一时间上前,恭敬地捅葛建明握着手。 嗯,其他人还没来。 葛建明目光扫了一遍,眉头微不可觉地皱了一下。 还没。 尤全甘笑了一下,自是知道葛建明指的是市里的其他干部,此刻尤全也不敢有半点耽搁。 葛书记,您先里面请。 尤全边说着边给葛建明介绍着商会的人,葛书记,这些都是我们商会的骨干成员。 听闻您今晚过来,大家都备受鼓舞。 葛建明这时候脸上才有了一点笑容,随着尤全的介绍, 葛建明和商会的人一一握着手,笑道,你们都是南州商界的中流砥柱, 为全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感谢。 我这个父母观应该感谢你们才是,晚上能来参加你们的聚会,是我的荣幸。 葛建明的话引得众人一阵阵叫好,这位市委书记的讲话很有水平,让人如沐春风。 尤全目光往外瞟了一眼,其他领导还没来,尤全也顾不得别的了。 笑着在前头带路,和葛建明一块进入酒店,把葛建明招待好才是他的头等大事。 待会安排人在门口等其他市里的领导过来救市。 葛建明仅仅只是先到了几分钟,不多时,陈兴、沈灵月、李浩诚等人也相继到达。 见葛建明竟然已经先到,其他人就是惊讶了一下。 这是新来的陈市长,就不用我再给你介绍了吧。 葛建明笑着和陈兴站在一起,给尤全介绍道。 不用,不用,早就在电视上见过陈市长的风采了,今天终于能得偿一见。 尤全满脸笑容的陈兴握着手,眼里仔细打亮着陈兴,这是他第一次和陈兴近距离的接触,自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感受着来自手上的力道,陈兴意识笑着朝尤全点了点头,日后少不了和这些在南州市商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打交道。 陈兴和尤全寒暄了一下,紧接着又在尤全的引戒下认识了一些人。 今晚是他这个市长首次在南州商界面前亮相,陈兴也是显得兴致颇高。 一小圈走下来,陈兴父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葛建明还在这里。 陈兴正希望能跟对方多交流一下,了解一下这位党委一把手的虚实。 而这一幕割给外人看来,则是看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在愉快地交流着什么。 不时地笑了一下,不远处的沈灵月和李浩诚都看到了,两人脸上的笑容都有些僵硬,心思叵测。 林洪端着一杯红酒走到了李浩诚身旁,这个时候,李浩诚身边没什么人。 林洪是特意挑了这么个空档,才走了过来,两人还刻意保持了一丁点距离,目光打亮着不远处的陈兴, 林洪轻声问着李浩诚,浩诚,那位陈市长是不是中央哪一位领导的亲戚子只傻的? 没事问这个干嘛。 李浩诚挑了林洪一眼,语气颇有些不耐烦。 任何有关陈兴的话题,都能让李浩诚内心兴起一些烦躁来。 好奇问一下吗?这么年轻就能成为市长了,哥给谁也都想了解了解。 林洪笑眯眯地说着,见李浩诚神色不悦,林洪接下来的话也识趣地吞回肚子里。 作为李浩诚的情人,他也知晓李浩诚的火气从哪里来,这次没当上市长。 对李浩诚的打击可想而知,林洪内心也是十分为对方惋惜。 毕竟李浩诚当上市长,他也能跟着水长船高,好处很大。 李浩诚沉着脸没说话,林洪眼珠子转了一下,又是问了一句, 浩诚,待会我去摸那位陈市长的底,这总可以吧。 想去就去,腿在身上,我还能拦着你不成。 李浩诚微微哼了一声,目光朝不远处正跟葛建明站在一起的陈兴瞅了瞅,顿了一下,眼里寒光闪动, 你要是真能跟他搭上关系,说不定我还得奖励你呢。 哦,林洪诧异地看了李浩诚一眼,他是听明白李浩诚前面的意思了, 并不拦着他去跟陈兴搭讪,但后面那半句,却是一时琢磨不明白了。 想想晚上李浩诚可能还会去他那里,林洪按耐下当场问个明白的心思, 转身走到一旁。 因为已经有人朝李浩诚走过来了,林洪在公众场合从来都不跟李浩诚走得特得近, 尽管这落在那些知根知底的人眼里,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对两人而言,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掩饰还是必须的。 陈兴和葛建明聊了几句,这时候去了解晚会是否准备就绪的尤全也再次走了过来。 问过两人的意思,尤全上台宣布今晚的晚会开始,同时在尤全的强烈见义下, 葛建明和陈兴这两位市委和市政府的一把手都分别上去做了简短发言。 相对于众人熟悉的市委书记葛建明,新任市长陈兴无疑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 这新来的陈市长的确是够年轻的,看起来都还不像有三十岁出头呢。 大厅的一个角落,后面赶到的卢晓晶和谭芳两人站在大厅一角,望着台上的陈兴,谭芳惊讶道。 是好年轻,谭姐,我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新来的陈市长身上,怕是不太现实了。 卢晓晶皱了下眉头,想到瘫痪在床上的父亲,眉宇间不时流露出来的那股忧色更浓。 年轻是年轻,但他能当上市长,肯定也有其过人之处,现在下定义可能还太早了,说不定他真能帮上忙呢。 谭芳安慰着卢晓晶,他的心理其实比卢晓晶还没底,人家是高高在上的市长,又跟他们素不相识,凭什么要帮忙? 现在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卢晓晶苦涩地笑了一下,当他看到在众人当中左右逢源的灵红时, 卢晓晶脸色骤变,差点就克制不住冲了过去。 卢总,千万别冲动。 谭芳一把拉住卢晓晶,冲对方摇了摇头,眼里也满是苦笑,他能理解卢晓晶的心情。 父亲被人暗中下了黑手,瘫痪在床,家里的产业又要被人谋夺过去,任谁碰到这种事。 要是还能冷静,那就真的有点不是正常人了,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事情就是灵红干的。 但最大嫌疑也只有可能是灵红。 谭姐,你放心,我不会冲动,我总有一天要让她得到应有的报应。 卢晓晶那双充满仇恨的双眼死死地盯着灵红,若是眼神能杀人,兴许灵红已经死了好几次了。 仿若是有所察觉一般,灵红的目光朝卢晓晶的方向看了过去,看到是卢晓晶站在那时,灵红也是微微愣了一下,卢晓晶来得比较晚,刚才她并没看到卢晓晶,这会乍一看到。 灵红笑了一下,很是突然地改变方向往卢晓晶走去。 卢总,她,她走过来了。 谭芳嘴巴打了个磕疤,看到灵红走过来时,谭芳竟是有些紧张,如同是看到一个披着漂亮人皮的魔鬼走了过来,谭芳下意识地手都握紧了。 走过来就走过来,难道我们还怕了她吗? 卢晓晶咬牙道,她并没什么恐惧感,相反,只有满腔的仇恨。 卢晓晓,真巧呀,晚上怎么这么有空过来? 听说你最近身居简出,出个门还要前呼后拥的,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灵红看着卢晓晶,嘴角的笑意当样开来,她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无不是在讽刺卢晓晓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归缩在室内,一出门还得带着保镖。 是吗?看来林董事长是不希望看到我来了,可惜让你失望了。 卢晓晓冷冷看着灵红,恨不得生吃活吞了眼前这个女人。 卢小姐看来是对我有所误会吗?我怎么会不希望你过来呢? 看到你在这,我可不知道有多高兴。 要我说啊,这整天待在屋里也不是个事,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憋坏了。 卢小姐说是不是这个礼,有空就该多出来走走吗? 林红说着话,眼神落到了卢小精身旁的檀方身上,笑容很是诡异,看得原本就有些紧张的檀方,身体一紧。 她虽然跟卢家没有直接关系,但毕竟是给卢家打工的,跟卢家的关系也挺亲近。 心里免不了有点担心是不是会被灵红盯上,尽管这种可能性看起来不大。 对了,差点忘了,不知道卢先生现在身体可好。 卢小姐,不是我多话,你可得多劝劝你爸。 你说,这人要那么多钱干嘛呢?这人生嘛? 能享受的也就短短几十年罢了,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够用也就是了。 再说了,有钱赚还得有命花不是,卢小姐,你说是不是这个礼? 灵红盯着卢小精道。 她这话也有警告卢小精迭步她父亲后尘的意思,而偏偏这句话却是一下子触及到了卢小精的痛处,几乎是咬着银牙,一字一字地道。 灵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想霸卢我们卢家的酒店,那是做梦。 就算是我们卢家的人都死绝了,也不会把酒店卖给你,有本事你也派人把我给打残了。 不过我要告诉你,恶人早晚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辰未到,你早晚会遭报应的。 呀,卢小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又是打又是死的,说得那么恐怖,拜托你别吓我成步。 灵红吃惊地张着嘴,一双小手还轻拍着胸脯,卢小姐,虽然我实想收购你们的酒店是确有其事,但其他事可跟我没半点关系。 你无凭无据地说我害人,这是诽谤,我要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人在做,天在看,林董事长自己有没有做过,自己心里清楚。 卢小金怒道,我当然清楚,比谁都清楚,所以我才要告诉卢小姐你不要胡乱诽谤,不然要付出代价的。 灵红笑意盈盈地看着卢小金,念在你年纪也不大的份上,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下次你要是再这样诽谤我,我就真要向法院起诉你了。 灵红说完,转身就准备离开,她和卢小金的交谈虽然声音不大,但卢小金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也已经引起了周围人的主意,灵红不打算再多待下去。 特意走过来,无非也是故意来调侃一下卢小金罢了。 卢总,不要跟他这种人动起,不值得的。 谭方刚才一直都没出声,被灵红盯了那一眼,就感觉像是被蛇盯上一般。 谭方心里头总会有不安的感觉,这会对方走开,谭方也才轻松了一点,安慰着卢小金。 他就是故意走过来激你的,你要是真生气了,反而是被他得逞了。 咱们就当是刚刚被狗咬了一口,我当他连畜生都不如。 就在灵红和卢小金两人交谈时,不远处的沙发上,一个男子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卢小金,眼里不时地闪过一丝贪婪的占有星号星号,男子旁边一个看似随从的人,讨好的凑到男子跟前。 张总,你要是对他感兴趣,要不我去安排一下,给张总您来一出英雄就美的好戏。 嘿,那种老掉牙的桥段,我张光福还不屑为之,咱要那个小美人自己送上门来才有意思。 叫做张光福的男子笑了一下,从卢小金身上收回视线。 大厅里发生的这一幕幕小插曲并未引起陈兴的主意。 此时,陈兴和葛建明还有尤全三人站在一块,相谈甚欢,陈兴隐隐感觉,葛建明有向他示好的意思。 葛书记,游会长,这时,一个年轻女子走了上来,溥一过来,当时就吸引了陈兴的注意力。 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走到哪都会让人侧目的女子,陈兴这还是头一次看到,除了张明另外。 还有一个能有如此出众气质的女子,女子同葛建明和尤全打着招呼,亦是向陈兴点头致意着,看样子跟葛建明也是认识。 嗯,郑小姐今晚也来了。 葛建明冲女子淡淡点了头。 随着女子加入到几人的聊天中来,陈兴隐隐约约感觉到气氛变得不太一样。 葛建明随意说了几句,随即笑着说要先失陪一下,而尤全对女子的态度同样是耐人寻味。 陈兴从一些言谈举止当中的戏之末节都能看得出来。 这样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能享用到。 不远处,张光福看着站在陈兴身旁的那位郑小姐,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心里如是感慨着。 她对卢小惊动了心思,也自认为有本事占有那样的女人,但对于现在看的这个,张光福却是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天涯何处无芳草,有些女人是动不得的。 原本也想走向陈兴的林红,看到女子过去后,气得跺了下脚,停住了脚步,转而走向了张光福,张总在看什么呢?不会是也想抱得美人归吧? 林董事长说笑了,我可不想做那牡丹花吓死的风流鬼。 张光福笑着看了林红一眼,林董事长,我看你刚才和那个卢小姐相谈甚欢吗? 倒是让张总看了笑话了。林红笑了笑,不知道张总能否再帮个忙,我这有个不情之请。 有什么事林董事长尽管说,咱俩还用那么见外吗?张光福很是大方地笑着。 林红笑着,坐得离张光福近了一点,看了下左右,林红这才张嘴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这一幕落在卢小金和谭芳眼里,只见谭芳更为担忧道,卢总,那张光福实际上就是个混混头子,林红和他坐到一块去,不会是想让他对咱们酒店不利吧? 他真要是出声让那些地痞流氓到咱们酒店来骚扰,那真没法营业下去了。 天灰灰疏而不漏,这些恶人早晚会有报应的。 卢小金愤恨道,陈兴在尤全的介绍下,才知道面前这个姓郑的女子叫郑爵,南州市四叶草集团的总经理,这公司的名字倒是颇有意思。 而尤全显然也对郑爵十分推崇,不时地说着一些恭维的话,这倒是让陈兴有着些许惊讶。 再加上刚才葛建明的刻意离开,陈兴对女子的身份兴起了几分好奇。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这场是工商联合会举办的秋季茶话会才结束。 会上的热闹气氛自是不用多说,但凡是南州市商界有点分量的人都来了。 市委书记葛建明,代市长陈兴,市委副书记沈灵月,常务副市长李浩诚等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来捧场。 更是让南州市电视台特地派了记者前来报道。 陈兴离开酒店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十点,笑着同还站在酒店门口的油犬等人招了招手。 陈兴坐着车子缓缓离去,人群中,陈兴并没有再看到那位郑爵。 这是今晚留给陈兴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女的,那种空灵的气质已经跟张宁宁有得一比,只不过两人看起来并不像是同一类型的女人。 走了,终究还是空欢喜一场。 卢晓晶看着陈兴的车子远去,苦涩地笑了笑,她本来是找了机会上去跟陈兴搭讪,却屡次被那个林洪给破坏掉了。 好几次,林洪都故意站在旁边,卢晓晶就是想跟陈兴说点什么都没法开口。 谭姐,咱们也走吧,今晚其实就不应该来,还不如在家陪陪我爸呢。 看到那个林洪,反而多了一肚子气。 卢晓晶走向停车场,失魂落魄的身影也彰显了她此刻的心情。 卢总,咱们今晚没能说出想要说的话,改天还是能找机会去拜访那位陈市长的。 事情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 谭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如此安慰着卢晓晶。 卢晓晶和谭芳离去,后头的林洪看着两人的背影,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同身旁的张光福交换了个眼神,两人心照不宣。 酷热的天气,喧嚣的夜色,十月份的海城,还是酷热难耐。 晚上十点,街上依然行人如智。 逛街的人充斥着街头,公园里漫步的人比比街市。 张若明一家人,晚上赵丽氏吃完晚饭后,去公园走一走。 回来后看了会电视,就将儿子赶进房间睡觉,夫妻俩洗漱完,也差不多是十点。 李晴准时地坐在电视机前准备看电视,他最近迷上了某水果卫视首播的一部宫廷穿乐剧,天天晚上都在追。 这种电视都是骗小女孩的,你都老大不小了,还看得这么奇迹。 张若明走到妻子身旁坐下,以往小夫妻的生活倒都是很有规律,基本上每晚都是十一点左右睡觉,自打妻子迷上了这水果卫视的宫廷穿乐剧,那就非得看完才睡觉了,每晚都要到十二点。 现实生活没什么乐趣,那还不得在电视里找找乐趣,打发一下时间。 李晴白了丈夫一眼,拿着遥控器按了起来。 张若明每晚也是无所事事,妻子看电视剧,他也就跟着看。 对于他这个芝麻绿豆官都没混上的人来讲,晚上几乎是没什么应酬可言,平常没什么人巴结,也嫌少有人会提着礼物上门走动,三口之家就是过着自己的小生活,颇有些与世无争的味道。 去去,别动手动脚的,乐乐在里面睡觉呢,你也不怕他突然开门出来。 李晴抬手打掉了丈夫在自己身上乱摸的手,他是在看电视,旁边没事干的丈夫一只手在他身上蹭来蹭去的,两个手指头还很不老实地乱动。 乐乐的睡眠好得很,一觉都能睡到天亮,怕什么。 张若鸣黑黑笑着,想想也都有一个多礼拜没跟妻子同房过了,这会在妻子身上蹭了两下,竟是来了点感觉,张若鸣回头看了儿子的房间一眼,贼笑道,老婆,咱们还没试过在床以外的地方吧。 张若鸣说着,看了柔软的沙发一眼,言下之意不言自明。 少给我不正经的,这里是乱来的地方吗? 李晴红着脸瞪了瞪丈夫,两人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在床上倒是没什么好保守的。 但在卧室之外的地方,李晴明显还是有点不能接受,特别是儿子还在房间里面睡觉。 拍掉丈夫那双使坏的手,李晴气道,我在看电视,你别给我瞎捣乱。 对了,烦你接下来一个月也不准碰我,除非你主动去跟陈市长联系。 老婆,怎么又提这个? 张若鸣一听,妻子又要他主动去联系陈兴,一张脸就苦了下来,毕业后都没再联系过了。 咱这样做,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现实。 话不能这么说,你是地地道道的南州人,他来到咱南州市当官,你跟他又是大学同学,主动联系一下又有什么? 你要说,他是在别的地方当市长,你紧巴巴地凑上去,那才叫现实。 李晴不以为然,开解道,你就当成是同学叙旧,主动跟他联系一下。 这也算是尽一下地主之意,是本本分分的事,他要是表现得很冷淡,那我们就该识去了。 下次就不要再有事没事地,就跟他联系,那样才叫现实。 好吧,那我找机会给他打个电话。 张若铭无奈地耸了耸肩,妻子说的话未尝没有道理,好些年未联系的老同学到了南州市,他主动联系一下,其实也不算什么,关键是陈兴有着那么一层身份,难保会让对方认为他很现实。 当然,张若铭也不敢张口就说自己未尝就没有跟陈兴这个当了市长的同学套近乎的想法。 被妻子这么一说,张若铭刚刚兴起的一点激情又是云霄雾散。 对于孩子都已经上了小学二年级的两人来说,也算是老夫老妻一对,不像刚刚热恋的小年轻那样,几乎每晚都要同房,稍微触碰一下就激情四射。 翻身坐了回去,张若铭拿起今天的报纸随意地翻看了起来,大部分新闻都已经看过,这会无非是打发下时间,更多的是心不在焉。 李晴的目光重新落在电视上,这个时候,张若铭那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毫无征兆地把李晴吓了一跳,笑骂道,注意力正在电视上呢,差点就被吓出心脏病来。 以往这时候,都没人给你打电话。真是怪了,这个时间还会有谁打过来,不会是王华川那王八高子又在工作上丢散落似的,让我明天去给他救火吧。 张若铭嘴里,骂着顶头上司王华川,一边起身去拿手机,你在家里骂骂他也就是了,到了单位上,可别老是这个态度跟他顶杠,那对你没好处。 人家年纪是比你小,但他是你的领导,老爸又是局长,你没必要跟他较劲,有时候当他说话是在放屁就行,不要跟他顶牛。 李晴说了一句,李晴说着话,眼睛依然直勾勾地盯着电视,也没注意到丈夫的身形很是奇怪地定住。 拿着手机正发呆着,也没接起来,就这样看着手机发愣。 老,老婆,你看这是谁打来的电话。 张若铭傻地将手机递到了妻子面前,竟是不知道要赶紧接起来。 此时的他,说是脑袋一时短路都不为过。 陈兴,那不就是陈,陈市长吗? 李晴先是一正,继而是巨大的惊喜,满眼不敢置信地看着丈夫,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着,都能看到彼此眼中那不可抑制的惊喜。 李晴率先反应了过来,推了丈夫一把,你傻呀,还不赶紧接电话,快,赶紧接起来,等他那边挂了,就来不及了。 妻子一推,张若铭幡然醒悟,赶紧接起了手机,张若铭的声音甚至有些许的颤音,喂,是黄,陈市长吧。 张若铭下意识地想要叫陈兴,最后终于及时地改了口,陈兴毕竟不是大学时候那个陈兴了,两人这么多年没联系。 张若铭也不知道陈兴是否会像以前一样随和,不敢再直呼对方的名字。 是若铭吧。 陈兴在电话那头笑着,他刚从酒店出来,这会在车上,想起了要给张若铭打电话。 来南州市这些天,忙于融入新的角色和适应新工作,都没时间和老同学一块做做。 晚上看着时间还不是很晚,才想着要到张若铭家做一做。 是我,没想到陈市长您还记得我。 张若铭苦笑,但声音里更多的是抑制不住的惊喜,脑海里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声音。 陈兴还记得他这个老同学,还记得他这个老同学。 好些年没见,若铭你都跟我这么生分了。 陈兴笑着摇头,咱们还是像大学那样,直来直去地称呼,不用搞得这么陌生。 虽说很久没联系了,但时间磨灭,不掉同窗情谊,你说是不是,就像老校长说的。 一日是海大人,终生是海大人,出了社会,咱们这些昔日的海大人就是一家人。 可不是吗?老校长说的话,总是让人倍感温馨,还能寄到骨子里去。 张若铭难难道,陈兴提起了老校长杨清水,张若铭一下子也放松了许多。 仿若回到了大学那一段轻松的岁月,火红的时光。 杨清水老校长可以说影响了海大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要说走出海大的学生对母校的感情,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杨清水老校长。 若铭,我看你刚才许久没接电话,不会是现在已经在休息了吧? 这么晚打过去,有没有影响你休息? 陈兴笑道,没有,没有,现在还早,我没那么早休息。 张若铭赶紧摇头,想到刚刚一时激动,就忘了把电话接起来。 张若铭此时恨不得抽自己一下,幸好在陈兴那边挂电话之前接起来了。 那好,你要是还没休息,我现在去你家坐坐,你住在哪里?你现在要过来。 张若铭眼睛睁得老大,激动道,我住在严亭路的大泉新村小区,我现在马上下去等你,你车子过来,我在大门口就能看到。 好,我现在过去,你也不用急着下来,我到了再给你打电话。 陈兴笑了笑,他刚到南州,对市区并不熟悉,也不知道自己离张若铭说的那地方还有多远。 挂掉电话,陈兴转头对前面的司机说道, 小宋,大泉新村知道吗? 知道,在严亭路,现在不堵车,咱们从这过去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 司机小宋叫宋海康,是从市武警支队退役的一名老兵,以前也给武警支队的领导开过车。 对南州市很熟悉,退役后就给安排到市政府来给市里的领导开车。 陈兴对市里给安排的秘书有一定的警惕心,但对于宋海康还算满意。 陈兴让司机掉头去大泉新村,而刚接完电话的张若铭却仍是激动不已。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不时地搓着双手,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连妻子问话都没听到。 你倒是说句话啊,那陈市长现在要过来。 李勤急得快要冒火,他听到了丈夫同陈兴的对话,正跟着激动呢,眼睛丈夫挂了电话,就想赶紧问个虚实,看那陈兴是不是现在要过来,丈夫却是没应他,急得他都坐不住了。 对,对,他现在过来。 张若铭停了下来,物资沉浸在那激动的状态当中,看了一眼乌子,嘴上念念有词,老婆,赶紧看看,咱们这客厅有没有什么要打扫的? 不要弄得太乱了,来了给人印象不好。 我看你是高兴的,脑袋快不正常了,咱们这客厅天天收拾,干净得很。 李勤脸上同样是笑开了花,嘴上如此说着丈夫,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心里那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喜悦同样充斥在心间,仿佛一下子被幸福击中,从满含希望到满心失望,再到此刻的充满希望, 这种感觉真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李勤猛地看了看自己衣服,脱上那双人字托,撒开脚丫子就赶紧往卧室里跑。 我得去换上正装,要不然待会陈市长过来,我这还穿着睡衣那就不像话了。 张若鸣看着妻子一下就没影了,连电视也顾不得看,摇头笑了笑,妻子的心情,他能理解。 他自个心里清楚,妻子这几年来对他从不抱怨,但没有人比妻子更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妻子一直都是在默默地支持着他。 李勤火急火燎地进了卧室里,换上了正装,又是对着镜子稍微打扮了一下。 紧接着又把丈夫叫了进去,若鸣,你来帮我看看,这样不会太难看吧? 不会,不会,我老婆什么时候都是最漂亮的。 张若鸣看了妻子一眼,笑着摇头,我说你有必要打扮得这么漂亮吗? 又不是出门去参加什么活动,至于这样吗? 去,这比去参加活动还重要,我这还不是为了不丢你的脸,你的同学是市长。 我也不说望着能给你长脸什么的,但不能让人一看,就说,哎呀,这张若鸣的老婆怎么连自己的形象都不懂得好好打扮一下? 我这当媳妇的,起码得下的厨房,上的厅堂是布。 是,咱媳妇说得在理。 张若鸣乐呵呵地傻笑了起来,夫妻之间的感动,总是在最平凡的一瞬间,有妻如此。 夫妇何求,正正地看着对着镜子在做着简单打扮的妻子,张若鸣心里轻叹了一声,就算是为了家人,她也该努力地抓住这次机会,脸皮不能当饭吃,或许她也该没脸没皮一次。 李晴不知道,自己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触及到了丈夫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对着镜子。 李晴来不及去观察丈夫,只是稍作打扮,李晴也不想再多费时间,拉着丈夫往外走。 道,若鸣,现在该下去了,我跟你一块去等,别让陈市长在下面等。 不用,你在屋里就好,我自己下去。 张若鸣看了看时间,也不知道陈兴大致什么时候会到,但早点下去,肯定是要的。 总不能让陈兴真到了小区门口,才给他打电话。 这怎么行,市长要来咱家做客,我可不敢心安理得地待在屋里,等着市长上来。 李晴半开着玩笑,别废话了,我跟你下去,你让我待屋里等,我也待不住。 李晴说着话,走过去轻轻推开儿子的房间看了一眼,见儿子已经睡着了,这才关上门,和丈夫一块出去,夫妻两人都是神情振奋,那种激动的心情只有两人自己清楚。 市区的道路上,陈兴的车子往张若鸣所在的小区行驶而去,在另外一条平行的街道,几乎是和陈兴在同一条直线上行驶着的车子,谭方对后座上的卢晓晶道,卢总,我就在这边下车吧,时间也不早了,我就不和你一块回去了。 也好,这么晚还没回去,你老公儿子都该着急了。 卢晓晶点了点头,我让司机开车送到你家楼下。 不用,不差这么几步路,我走进去也就是两分钟的事情,待会车子开进去,不好掉头。 谭方笑道,他就住在这附近的一栋商柱楼,这会已经是十点多了。 谭方也就没打算再到卢家去,下了车,谭方笑着示意卢晓晶先走。 谭姐,明天见。 卢晓晶和谭方招了招手,随即示意司机开车。 看着卢晓晶的车子远去,谭方这才转身往旁边的一条街道走去。 卢晓晶现在出门,都有四个保镖跟着,谭方倒是不用担心他的安全。 自打卢成龙自己出了事,就担心唯一的女儿也会遭遇不测。 不惜花了重金,雇了好几个保镖过来,这才放心让女儿出门。 除了出门跟着卢晓晶的四个,别墅里还有三个,在保护卢家人的安全。 谭方满脑子还在想着卢家的事,卢成龙毕竟待他不薄,他为卢家多付出一点也没什么。 公司里有人说他和卢成龙有一腿,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事。 无非是一些嫉妒他这个董事长助理位置的人杜撰出来的谣言,卢晓晶会跟他相处得融洽,也是因为知道他跟他父亲没有那回事,要不然早就把他踢出公司了。 哎,希望好人有好报吧。 谭方无奈地摇了摇头,要到家了,他也暂时不去想这些事情。 回到家里,总归要有一个好心情,事实上,他想操心也操心不上。 走在路上,谭方压根不知道恶魔的双手正在向他靠近。 当在转个弯就能看到自己所住商助楼的保安亭时,转弯处停了一辆灰色小面包车。 谭方没去注意,经过时,车门突地拉开,从车上跳下了三个撞喊。 动作很是干净利落地先将谭方的嘴捂住了,而后就是迅速地将谭方给架上了车。 谭方至始至终都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儿的惊叫, 就再没了声音。 车上一片昏暗,谭方使劲地挣扎着,冷不丁地就被甩了一个大耳瓜子,臭婊子。 再动一下试试,信不信在你脸上画一口子。 随着画音落下,一把在黑暗中散发着幽深白光的匕首出现在了谭方眼前。 说话的人有意无意地在谭方脸前比划了几下,惊恐万分地只能使劲地摇着头,再也不敢动弹半分。 另一人拿着根粗绳子将谭方的双手反绑,这才将谭方的嘴放开。 看着面前那把明晃晃的匕首,谭方不敢挣扎,也不敢大声喊叫,车子在行驶着。 谭方不知道要往哪开去,但他知道车子还是在市区里开着。 大脑完全是处于一片空白状态,谭方望着身旁几张陌生的面孔,几乎是最本能地问道,你们到底是谁,想要干什么? 嘿,小少傅你说我们要干嘛呢?这夜黑风高,又是良辰美景的,你还想不出我们要干嘛吗?除了劫财,当然是劫色了。 拿着匕首是一个粗犷大汉,盯着谭方的脸蛋,发出阴瑟瑟的笑声,在这黑暗的车厢里显得格外刺耳。 钱我有,我钱包里有,你们都拿去,放我下车好不好,我保证不会报警,真的,我一定不会报警。 谭方被吓得脸色苍白,一直网失落在脚边的包包挪着嘴,向对方表示着自己愿意把钱交出去,只求能放他离去。 只是谭方失望了,粗犷男子明显也是在逗他玩,伸手捡起掉在地上的包包,随意瞥了一眼,男子轻描淡写地扔在一边,看样子并不是很感兴趣。 很显然,他们的目的并非嘴上说得这样,真要是劫财劫色。 他们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谭方的钱包了,看看有多少钱了。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绑架我? 谭方尽管被吓得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但也并不笨,这些人看起来并不像是真的劫匪。 眼前的举动已经是再反常不过,谭方这回也看出来了。 嘿,我们是干嘛的,到时候你自会知道。 另一名男子伸手在谭方脸上摸了一把,笑道,这女人还真是嫩得快出水了。 嘖嘖,这皮肤很光滑吗?我碰过的女人都还没见过有这种货色的,真是让人看得流口水。 就你玩的那些路边机,能跟这种良家利人比吗?亏你还好意思说呢。 另外一人笑了起来,她的话也引得车里的其他人大笑。 滚你妈的,谁说我玩的都是路边机,老子前些天在月城大酒店采上了一个刚到的新货呢? 那小妞水灵得很,被众人嘲笑的男子有点恼羞成怒,她说的月城大酒店是南州市月城区的一个高档酒店。 月酒可是四星级,酒店来着,谁敢说里面的是路边机? 哼哼,那里面的货色,在南州市也算是上等的了。 说来说去,还是鸡嘛。 起先嘲笑的男子撇了撇嘴,老九,有本事你就在车里把这小少妇上了,我们兄弟几个就当没看到,嗯,还给你腾地方。 去你的,要上你上,我给你腾地方。 被叫老九的男子笑骂了一句,老大都没发话呢,我可不敢擅自动手,待会还不被老大给包皮了。 嘖嘖,酒店里的货色就是跟这种良家不能比啊,瞧着小少妇都三十来岁了吧,估计还生过小孩了,偏偏保养得这么好。 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谭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恐惧和害怕,生活顺风顺水的她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变故。 此刻的她,弱小无助,如同一只带宰的羔羊,任人鱼肉,她想挣扎,但没法挣扎,双手被绑着。 几个男人将她死死摁住,她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接下来还不知道会被带到什么地方,会发生什么。 除了哭声,谭芳因为恐惧的身体一直颤抖个不停。 张若鸣和妻子李晴两人站在大门口,不时地向着往小区过来的大马路上张望着,夫妻两人的心情都是激动,而又带着急切和期待。 应该快来了。 张若鸣抬手看了下手表,离陈兴给她打电话也过去十几分钟了。 这个时间段,市区不会堵车,陈兴应该是很快就会到才市。 嗯,估计快了。 李晴点着头,朝两旁的马路来回瞅着,兴许是望夫成龙的缘故,她比丈夫还要着急。 这是丈夫飞黄腾达的一次机会,只要陈兴在南州市当市长,又肯提携丈夫。 丈夫不说能停不清云,但起码能比现在的处境好。 夫妻两人说着话,一辆车游远即近,车子在靠近小区时,慢慢地停了下来。 夫妻两人被车子的灯光照射的一时睁不开眼, 见到有车子过来,两人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近了,看清是陈兴时,张若铭一时高兴地望乎所以。 陈兴,你小子真的还是老样子吗? 一点变化都没有,和电视上看到的年轻多了,和以前一样。 张若铭话一出口,就被旁边的李晴用胳膊用力捅了一下,张若铭这才醒觉,善善地笑了一下,他现在面对的是陈兴是一世支掌,不单单是以前的大学同学。 他这一张口就是你小子,显得有些对陈兴不尊重。 我没啥变化,你不也一样,听说你儿子都会打酱油了,可我看你还是一样年轻嘛。 陈兴走下车,笑着拍了拍张若铭的肩膀,对张若铭刚才的称呼也不见怪。 同学之间,私底下的场合本就没必要那么拘谨。 毕业出来,也没啥成就,立不了业,只能早早成家了。 张若铭苦笑,跟陈,陈市长您不能比,您这才叫事业有成。 若铭,你要是这样讲话,那我可就不高兴了,咱们同学之间,就没必要客套了。 你叫我一声陈兴,我听着,心里还更舒服。 陈兴笑着摇头,看了看一旁的李晴,微微点头致意,这是你妻子了吧? 嗯,这是我老婆,李晴。 张若铭看向妻子,目光满是温柔。 陈市长,您好。 李晴这时候也赶紧向陈兴问好,声音更是隐隐,有些紧张。 看来还真是负唱负随,若铭,你老婆怎么也跟你一样,你俩都改改,咱们这不是在工作场合, 没必要称呼的那么正式,你们就直接叫我名字,这样我听着舒畅。 陈兴笑着摆了摆手,言语很是随和。 陈,张若铭嘴巴险些转变不过来,打亮着面前的陈兴,张若铭心里头感慨万千。 陈兴看起来还是那个陈兴,只是又多了些不同,这一举一动间,不只是给人感觉清和, 同样有着让人无法违背其意志的魅力在里面。 迟疑了一下,张若铭也洒脱道,那我还是叫你陈兴了,工作场合再称呼你一声陈市长。 这样才对,私底下就不该搞得那么生疏吗? 陈兴点头笑道,让司机在楼下等着,陈兴跟着张若铭夫妻俩上楼,进了张若铭那两室一厅的小家。 陈兴大致看了一下房子,笑道,不错,很温馨的一个小家庭,也就只能这样了,没法大富大贵,小富即安就好。 张若铭跟着点头笑了起来,他的性格一直都是比较云淡风轻的那种,又带着点愤青, 所以在单位里注定不可能去争到什么,混了个主任科员,再加上公务员的工作稳定。 他的日子也就这样过着,对张若铭来讲,这种生活其实还是很惬意的。 知足常乐,有这种心态就好,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看来以后我要向你取经。 陈兴笑着看了张若铭一眼,李晴在忙活着泡茶,陈兴也没阻止。 陈兴,你这就折杀我了,我这境界比你差远了,无非就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小民心态罢了。 张若铭连连苦笑,身体做得笔直,在昔日的老同学面前,多少还是有些放不开。 陈氏,陈兴,您喝茶。 李晴双手将泡好的茶端到陈兴面前,嘴上叫着陈兴,李晴神色很是别扭,不只是放不开。 更是因为第一次这样称呼,李晴心里感觉很怪,想着能和市长同席而坐,还能直呼市长的名字,李晴心里很是自豪。 心想,要是回头到办公室里跟那些喜欢炫耀的同事一说,估计还都不相信,以为他在吹牛。 只不过,他也不是个喜欢到处嚷嚷炫耀的人罢了,今晚这时,他也不可能拿到办公室里说。 陈兴端起茶喝了一口,看了看张若铭,若铭,你现在是在市统寄局工作。 嗯,毕业出来,正好碰上我们这边招收地方公务员,就报名考试了,一不小心考上,就一直在单位里窝到现在了,没啥出息。 呵呵,我这人就是容易安逸,小日子能温饱也就知足了,不像其他同学,听说咱们班上不少人都自己出来闯荡,有些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张若铭苦笑,他前些天才重新和黄铭联系,这有才知道黄铭现在都自己开了酒店了。 这对于领着死工资的张若铭来讲,着实是让他惊讶不已,没想到以前的同学有了这样的成就。 有人成功,但肯定也有失败的,并非是人人都能事业有成,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争着抢着要吃公务员这碗饭了。 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有个安稳的生活。 陈兴笑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什么,陈兴从包里拿出了一份资料,这是你们统计局交上来的吧,你这个行内人给我看看,看有几分真实。 张若铭疑惑地从陈兴手里接过资料,仔细看了一下后,张若铭神色古怪了起来,这是去年南州市的生产总值表,还有资金流量表,以及资产负债表等国民经济平衡表。 去年这些表格都是他做的,他对一些数据再清楚不过,此刻看到这份资料,里面有很多经济数据明显都是胡乱编的,别人或许看不出来。 张若铭这个行家确实一眼就看破究竟。 想起前几天,王华川还让他在加班重新搞一份表格出来,张若铭嘴角忍不住就抽动了一下,该不会就是陈兴要这些资料看,王华川又把存档弄丢了,才临时让他抱佛脚的。 他当时美鸟对方,也不知道这王华川找谁做了这些表格出来,竟是到了陈兴手上。 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陈兴看了张若铭一眼,统计这方面不是他所擅长,但不代表他就能被随便糊弄过去。 他多少也是从这些表格里看出了蹊跷之处。 这里面有些数据编得离谱了一点。 张若铭摇头笑了一下,陈兴,你要是想要一份比较详实的,过几天我给你一份,这份不看也罢。 具体是怎么回事?这是你们统计局编制的吗? 陈兴皱起了眉头,这是我们统计局的人编的,但那人肯定不是专门负责这一块的。 所以这表格并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去年的相关经济数据表格是我编制的。 如果我们处理的存档没丢的话,交到你手上这一份的,应该是出自我的手才是。 张若铭笑道,谈到工作,张若铭隐隐多了几分张扬的自信,李晴在旁边看着丈夫的神采。 心里头感慨不已,丈夫并非没有能力,只不过是一只被埋没罢了。 体制里,是人才最多的地方,同样淹没最多人才的地方。 这种重要的存档都能弄丢,我看你们处理的相关领导,很不称职。 陈兴随意说了一句,这句话若是落到了统计局的领导儿里,又不知道要让多少人如座针战。 前几天,我们处理的王副处长让我加班,将去年的表格重新做一份,我当时没甩他,第二天还跟他顶杠了一次, 我说他自己不知道把原表弄哪去了,偏偏要我们这些做事的为他的失误去加班加点,我就不干。 呵呵,要知道是你要,我就大不了受他的气,重新做一份了。 张若铭笑道,跟单位的领导关系处得不好,你就不怕领导给你穿小鞋。 陈兴笑着看了张若铭一眼,也不是我故意要跟他对着干,只是那王副处长实在是过分了一点,三天两头翘斑不说,工作也经常是丢三落四,一些重要的资料都能让他弄丢。 然后让我们下面的人为他承担错误,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陈兴你也知道,我是个直脾气,所以就跟他顶起来了。 怎么,这样的人还能待在领导岗位上,你们局里的主要领导就没意见。 谁敢有意见,那王副处长的父亲就是局长,局里就他说了算,他有再多的不是,也没人敢指出来,还得使劲地拍他马屁,若明他们局里每年评优秀,他那种经常无故缺港的干部反倒是每次都能停上了。 一旁的李晴也是心急口快,颇为不愤地说着,他也有为丈夫鸣不平的意思,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他也就要告告那王华川的状,那王副处长前年才从学校毕业呢。 我有听人说他毕业的时候连毕业证都差点拿不到,因为挂科太多了,还是他父亲出面去跟学校的领导交情,这才拿到了毕业证,就是这样一个人。 刚从学校出来四年,今年也才二十六岁呢,就当上了若明他们局里国民经济计划核算处的副处长了。 谁让你多嘴的?张若明碰了妻子一下,颇有些怨怪道,王华川有再多不是,也没必要急着在陈兴告状,以后有的是机会,这也是他刚才并没直接点名说王华川就是局长的儿子。 又如何如何来着,第一面就跟陈兴说这么多,难免会起到相反效果。